I 阶段就是要第二个变数 就是那个前面 不过我的习惯后面这个词 我的习惯都会改成J 前面的词会改成I 因为我的习惯I 就是列 J 就是蓝 我的习惯 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所以我刚刚的写法 我又这边把它改成J 把它改成J 然后呢 列的部分我又改成列为圈 所以列为圈 记得Enter一下 然后怎么样呢 在第一行的地方Enter 因为我要先跑一列 先跑一列之后的话 然后再把里面的J先跑完 1到9 在Enter之后的话换2 所以特别注意 我这个外面可以把 J这个把它复制 然后记得把底下这两行按Tab 它换到它下一节 因为它要先跑前面的列 所以这边forJ把它改成forI forI in range 1到10 然后forJ J的话指的是这里面的这个 等于是乘数 那I的话我是把它当成被乘数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说我要让它怎么样 能够一个一个输出的话 这边的话我就思考了 把这个原来E把它改成什么 把它改成String I 那把它delete掉 这边有个拖揽的方法 拿这个String拖拉到前面 Ctrl 键按住 然后复制 这边改成I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我先产生一个1 然后再产生一个J J的话先跑1到9 所以先跑1到9 分别填上去 然后我这边String先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这个OK 最后这两个是相 这个是相成 加什么 两个相成 所以两个相成的话就是String I 乘上C 然后再把它转成字串 串在一下 后面再加一个Tab OK 把它Clean了出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应该可以看懂这个叙述吧 OK 然后呢 再来我就把它什么 执行一下 看一下会不会OK 不过你会发现有执行结果 我建议你可以 这个可以先1到2好了 假设先跑一次 执行这样子 1到2 OK他只跑一次嘛 你可以再加一个 1到 再会不会多一列呢 执行一下 执行 你会发现 1 有了 2的话呢 有没有 也有了 可是有个问题 什么呢 没有换行 那换行要怎么换行呢 特别注意 就是你必须当什么 当他已经追跑完一次之后 要下一次的话 那你就按Enter 特别注意 那应该加在哪里 比较OK呢 特别注意 你必须要加到 这一个追回圈的 这边 后面Enter一下 但记得 我换行 你不能说直接的 加到这里 那其实Printer本身 加一个小刮物 它就是一个换行 有没有 Printer如果里面没有输了 然后预设就是一个换行 大概如果你加在这边的话 直接执行会怎么样 它变成全部每一个都换行 有没有 输出一个换行 输出一个换行 所以应该放哪里呢 这边记得哦 把它back到前面去 就是当它跑完一次i的时候 那就Enter一下 看一下这要不OK 如果这样OK的话 那理论上应该越来越 诶 有没有 所以1乘1到1乘9 这个OK了 Enter换行 所以它跑完到这边换行 然后换2 诶 所以如果理论上这样OK的话 那把这边改成10 都太大 可以改成10 诶 应该就会是最后的结果 看要不OK 执行 大功告成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意思 不过其实像这边 有一个地方相对的比较复杂 像这边的写法 其实这一串 如果你要写的更精简的话 可以用format 用format来写 会可以让这边里面的 像什么转型 那些都可以不需要了 只是要用format怎么写更精简 待会就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第一步 你当然至少要会写出这样 第二步的话 你可以思考说 城市要怎么写更精简 OK 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 我大概几个地方可能有变化 把1先在第一行加一个i 我原来就 原来的变数我就改成追 然后记得这边按个tab 让它在它的下一阶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前面再把1改成i 这边就相乘 OK 来试一下 试一下